晚风清湖旁湖湾 白浪住沙滩 没有夜灵追夕阳 只是一片海蓝蓝 坐在门前的岸江山 一边边幻想 夜市黄昏的沙滩上 有着脚印亮对吧 那是晚托住纸杖 将我说轻轻弯 踩着步骤走向迂回 暖暖的澎湖湾 一个脚印是小雨 一船消磨许多时光 直到夜色吞没 瓦凉在更加地路上 澎湖湾 澎湖湾 外泼的澎湖湾 游落许多的童年幻想 阳光沙滩 海浪仙人杖 还有一位老船长 想象一下 一首歌能登上春晚不止一次 那得多经典呢 外婆的澎湖湾就是这么牛的一首歌 1984年 张明敏在春节晚会上唱红了这首歌 家家户户都能哼上两句 五年之后呢 潘安邦自己也上春晚唱了这首歌 感觉就像他在跟全世界说 嘿 这首歌跟我有着特别的缘分 当然了 是因为这首歌的灵感 来自他和外婆的故事 潘安邦小时候跟外婆在澎湖湾的日子 简简单单 但超级的温馨 他们一起聊天 干活 唱歌 还手拉手 看夕阳 美好得很 这些回忆对潘安邦来说 就是童年最棒的部分 音乐梦想让他18岁就决定出道当歌手 虽然家里不太支持 后来他遇到了音乐制作人叶佳修 两人一拍即合 叶佳修听了潘安邦童年的故事后 就专门为他写了《外婆的澎湖湾》 拿到歌后 潘安邦激动地给外婆打电话 电话那头的外婆听他唱完后就哭了 潘安邦满怀感情地录完了这首歌 一炮二红 后来他还回澎湖开了个演唱会 外婆虽然腿脚不变 还是坚持去看 让潘安邦激动地直掉眼泪 1989年潘安邦带着这首歌上了春晚 一下子火遍大江南北 这首歌不仅让他赚了不少的钱 还让澎湖湾成了旅游热点 吸引了无数的游客 潘安邦还推出了好几首歌 比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和《爸爸的草鞋》等等 都挺受欢迎的 可惜后来他因为一次意外 伤到了长期卧床 2013年52岁的潘安邦 就这么离开了我们 按照他的遗愿 家人把他的部分骨灰 撒在了澎湖湾 让他和这片海永远在一起 潘安邦虽然走了 但他的歌和外婆的澎湖湾 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 却永远存在